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格兰场 这个是自搬 搬与不搬其实 明明能打 但是对战到阿康的选手 不会把他留在第二轮 第二阶段 就前期得打出来 决斗场好搬 还搬了一辆赛车 这个班图相抵较之下 狼队的班图可能会让WC更难受一些 像极星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至盛的赛道 因为你这种11层 其实是忌惮 这个11层 在搜索赛当中 它出现的概率是不高的 而且你打赛车战术 你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反打回来 所以这一手叫忌惮 而且你在11层上做了一手让车 其实你反打 哈莱特反打回来的赛车 大概率都要比黄牙好 狼队这种班图 相当于是两轮一人班了一张 对 决斗场的话 是阿康在近期打的比较多的一张赛道 是 然后急进换育的话 又是比较典型的冥冥王图 所以真的如果阿深在第一轮选老街工地 然后阿康不跟吗 就他会真的说留给明明说第二轮去打吗 什么车 老街工地严均我觉得应该没必要 没必要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也相当于可以搬掉 阿康第一个弯道 这被顶得有点 惨啊 这开局就已经落后了1.9秒 两秒开外了现在 是的 那对于这局比赛而言 可能 每次有太大的机会了 是的 就是我刚才的想法就是 阿深他本身 这王图就有老街工地嘛 所以他完全可以在第一轮当中 去打老街工地 对 那如果要按照这种思路的话 那除了急进换育 其实其他狼队可能面对到 WC也没有太过于忌惮的赛道 相比较之下我觉得这个半位是可以 是的 这张组阿深也稳啊 断空气 对 流畅度很高 都得练整体的路线也比较好 从2B当中 其实阿深的后续就能够感觉得到 是 零星一个小失误就会拉近距离 看这个断空 也有的容错也很高的 是 阿深这个操作速度是真的快 这个速度快 如果专注度再提上来 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那边快出 干空下来 路线需要调整一下 外切内 是 这局拿下没有问题 一路沿到底上星星 可以恭喜阿深 先拿第一分 1比0 哈康在既起步出现了失误以后 后面基本上没有失误 后面追进了0.4 就追进到了0.4 下一局阿康来选途 其实昨天阿康选 主动选途的次数也不多 除了去打一些赛车方面 决斗场会成为他最主要的选择 还有一张同车赛道 航天城 也是他昨天主动选途来过 包括其实像月影 他其实也会有一些个人比较喜欢 喜欢的赛道 那就要看需要第几轮来打了 就留给明明的话 第二轮就打一手一路向前 我觉得应该会留给明明 西部这两天选的其实也挺多的 是 西部的话其实也是前期一个不消耗赛车的好图 而且阿康也是又稳又快 前面其实都比较好选 第一轮的话就是先把自己的王图打一打 这个起步确实比较难受 是但是自己的操恶是 阿康可以进阶变单盘 给到点机会 开始 阿康的自己 几张同车赛道 也突然练起来 开起步 这里强引小票啊 对感觉一场挤内道 才挤不到了刚才的位置 所以导致他出弯阵地也变慢了 有点危险 再甩过来 看前面玩到怎么处理 高地吗 可以 阿康这几个路线的角度调整 都不是那么容易 但拉近距离了 对 再远远过来 然后落地 拉弹这次大W 你随着是放 0.2 有机会 但现在是放的话 阿康好像 他是很少出现脱飘的一个选手啊 看一下这个路线 下来之后没有给到机会 但是拖了 关键一拖 哎 但是反而把阿康这个车都给撞正了 是的 刚才这个脱飘单论 他好像确实脱飘不是很多 你是说脱的幅度不是 不是很大吗 还是说脱的次数不是很大 脱的次数 就是弹射这一项技巧 对 我以为你是说那个 脱的角度不是很多 脱的角度他确实也不大 对 他就是小脱了一下 对 一比一 你说这么强行员吗 确实脱的角度好像也不是很多 对 调整很快 反正很快 手头很快 脱的角度不是很多 脱的角度不是很多 好 我想表达其实就这个意思 好 他比较关键 嗯 一个小失误 就是你觉得他可能会脱的地方没脱 对 那在这种比较细节的出弯上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托飘 是 就比较致命了 对 翻回一针 比分来到一比一 去阿康在 阿康跑的就是快 快他后追就自信 对 他可能起不出不去 但是后追的时候不着急 嗯 还着急了一个弯的 前期着急了一个弯 对 所以 拉开了差不多0.4 但是凭借自己的细节又 拉到0.2 然后能够一稳到底 嗯 去抓出去一个机会 下张图 阿深来选 我觉得阿深可能会打明明的图 他这两天好像没怎么选过图 呃 他选图的话 也真的在尝试着去选 对方第二阶段登场选手的 这两天就选了超神基地 一号公路和苏格兰场 对 选的确实少 因为前期就能见地优势 4比1的4比2 哦 其实就需要选三张 刚刚好 而且是前期教授 对 前期教授才有选逐的机会 你要是前期比分拉开的话 你后面输了也没有选逐 对就是对方一直爱选 这进阶拖票我去哈哈哈就这也能拖 其实不是很能理解啊 是进阶拖票 就是那个就是在你说完以后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我这个太给面子了 对啊 我去我以为是落地流喷 然后暴地 对然后快出快出出弯 然后拖票 然后进阶拖票 见所未见 来了 选择到一手一号公路 结果那一道直接把阿声给顶开 这样的话 阿声就前击先跟 拼一波这里落地 阿唐会不会失误 好 两人都比较完美的路线 有点通过 得看后半段的细节了 是 PCU释放完之后 应该能拉近一点 没错 没有拉近 反而远了 WCWW 直接加到了一个CW 对 哇 这个差距有点大的呀 果然啊 阿康这张图跟敏敏隐恋的 肯定是细节 还是有理解的 只是说车未必给到他用啊 尤其是前面的这个落地弹地 敏敏的细节很好 阿康 虽然有被拉近距离 但是也顺利通过了 0.3 不好说 现在看这个弯道出完以后 0.2有撞的机会 0.3好撞 0.7 0.2也不好撞 那这样只能谈内道了 对 内道出来 有出完好快 下面一弯道只能进阶了 还是能够稳住 恭喜阿康拿下一号公路 连拿两分 阿康老是给你惊喜 你有没有发现 很稳 就你以为他就是 稳不住了 或者要被操了 对 该紧张了 然后不紧张 佩服 现在就是 他能控制得住 就紧张可能在跑的过程 还是会紧张 他真的是 相当于在挑战自己 对 以前的话就是 我什么时候紧张 我就全部给他暴露出来 现在就是控制住 打完再紧张 打完再紧张 对 所以说镜头看到的时候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紧张 就是因为 就是把前面紧张 累积到后面 展现成 他能先存起来 就跟读进度条似的 对 所以只要是短读 他进度条没有读到头 他都能稳住 稳住 我说稳完了以后 进度条 就开始可以开始 放手态 就开始紧张了 所以不能给到大失误 2比1 下张图还是由阿深来选 这张苏格兰搬的好吧 那就拿点别的王图了 是 我觉得阿深前面两天 确实打得很顺 所以他的想法 还是要在前期继续 去为宁清巩固到一个绝对的优势 但是其实 如果要在他比分落后的阶段 尽可能的去尝试着 有优势就行 打自己的一些王图 哪怕说这个分数拿到了 也间接消耗到宁清的王图 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想到一张图 什么 不是一张图 是一辆车 时序 就打掉时序的图 时序 时序 哦对 哈哈哈 打完了已经 刚好对上了 我刚才脑子里面 时序虚烈 时序虚烈 疯狂的在换 但是哎 虚烈也打过 时序也打过了 或打要严均的也可以 就是想的是老机工地 对工地 哎 不好说 我觉得工地 宁清打敏敏是好图 阿生打阿康未必是好图 对 最主要就是敏敏 他会喜欢去 打一些就像神都这样的赛道 所以感觉打掉严均的图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以 因为在 你前面也说嘛 像 阿生他喜欢去打一些第二轮 就是对手会选择的一些赛道 是 所以就是可以做一些针对的班神 像之前可能明明打的比较多的 就像神都或者是一号公路 大家说海滨 自己王族了 这是 先把分追上再说 那这张图最佳成绩 阿康比阿生还要快了个0.02 那起步 但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吃对抗那张赛道 是的 起步过来 看看这边甩尾 阿康这也觉得起步还是比较快啊 是 在甩 楼子里有个小分 WC在大骨蝶上 在衔接一个断空 已经拉近距离 但这几个弯道的内道 其实都不太好去反抄 是 有点危险 但这波阿康自己上墙了 是 我一直在看 选手的射手 刚才那个点的话 其实有点危险的点在于什么 阿康原以为要被阿生外卡内 但是他好像有点太着急去释放那首ECU 所以就导致他的ECU歪掉了 我阿生这个操作好稳的 其实 真是虚空小喷第一人 没小喷也要点两下 就哪怕是裁决者 但是他能够把控好那个节奏 就是刚好在裁决者没喷的时候 对 就点两下 他可能就是习惯了 真厉害 你不让他点两下就不舒服 但有喷的时候他又能控的 就是自己不点 你看前面又要狂点了 没了 没有给机会 一分二十秒六顶 哇阿生这把完成时间也比较快的呀 恭喜阿生 你给自己打节奏 嗯 一分满屏 心中有群自然嗨 这两人还能打一会 嗯 下手阿康要不要选西部 其实我想到一张图 是吗 我觉得霍比特可以打 你感觉 也可以 都空中不用了呗 对啊 就哈利特哈利特也可以 我觉得这种是可以的 你真留到第二了你干嘛呢 嗯 因为我觉得西部这样的赛道啊 其实大家差距真的都不大 把这样的赛道 去留给敏敏打 也可以 虽然说敏敏现在他的选图路子啊 有一张一路向前 这个可能是必选的 真的打宁清选西部吗 我觉得可以打 虽然说他之前是坐在宁清身边的男人 对 但我觉得 西部矿山这张图归根结底 相比较之下 还是相较于其他图 胜率更可以把控的一张赛道 你比如说像玄人之巅 哇 昨天凌晴大事物啊 淡气没开出来 抓地了一段1分17秒77 是的 你这样的赛道可能即时方面差距 是有 但西部矿山这张图 差距一定是小 甚至说可能还会有一点对抗它的优势 西部的话主要是起步没有那么好出去 还是受到外卡内 因为当时给的是阿森的视角 我感觉就是阿森的 没怎么碰 对 我感觉还是阿森可能要外卡内阿康 但是感觉好像没有阻挡到 但从阿康的视角还是说车尾 被顶了一下 所以导致那个ECU是十分歪了 这张图也行 决策将西 把自己没有打掉的淘本练歌给用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张图是敏敏在使用哈雷特 没有打过宁静A者的一场赛道 针对一下 侧身出来 少爷在行这个侧身 但这张图阿森的表现是挺稳定的 好 这个弯道 细节法控很好 还有弯道 依此优 两段延续 断空写 这里转向拉满 再接个轻甩 来 转向过来路线看一下这个点 哇 阿康这张图这路线是真的好啊 对 好 看前面这个 这路线阿生没有什么机会的哦 总共下来 哦 这里是可以 哎呦 这个点 跟着路线走的 对 好多人都在这边歪 嗯 但是没有歪这么邪乎的 对 这一秒多完全没机会了 呃 其实 这个点最容易出现失误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太想赛了 哇 阿森跑车太有意思了 看距离远了 轻甩 看距离近了 硬弹 他真的能控制住自己节奏哦 该稳的时候稳 这太有意思了 真的 你要知道在赛场上去 转换自己跑车的节奏 你是需要分散精力的 你反而会导致一些其他的失误 但是他 永远的稳 三比二 嗯 来到第一阶段的局点 没错 哦 现在 阿森来选 真选老杰 老杰可以 真的 是我真选老杰 对方已经拿到第一阶段的局点了 这时候就根本没有想太多了 对 就打自己最有随性的赛道就好 感觉打到第二轮明明可能会 选一张图 千互瞄战 但这张地图的话车好像也没什么好针对的 是 因为迪迦也不包饮 对 就是你打掉他的车打不掉 打掉他的图你可能 没有那么拿手 是 所以千互这样的地图确实是不太好针对 对 要没有搬掉 练练练先阳临时反场 真打练练先阳 那宁清可以打 这没关系 两个人就 互刷呗看谁快 现在就感觉老杰是最好的选择 技能搬掉第二轮如果明明要打 神都的话 在车也用掉就除非你拿机甲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共产战 被抢期都比较难缠 确实 就是你想要说 拉开多大的差距吧 可能会有机会 我觉得2v2个人游戏 要更加难缠一些 因为稳定性要比RW还要高一些 但是RW这边确实上线 和他们的地图持卡太死了 他们如果前期 能够建立优势的话 你面对RW 你打什么图追分呢 打什么图都得看 他们给不给机会 什么图都能追啊 对 看一下圣图 应该是早结 是的 32.04 33秒44 阿深连赛记录还是 停留在之前刷的那个32.04 这个一年多了 因为我印象当初是 好早之前就已经刷到32.04 然后现在一看 还是32.04 击杀阿深 对 快速找准角度 快速找准角度 阿康的后追 阿康这张图 都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 多跑半圈都能完成 你想想 看人生有点 是 角色都没问题 第一次通过 但这张图阿深 这个细节太好了 阿康少了一段延续 是的 ECU分强把小分给扑没了 嗯 上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延续 这原本就常知道了 正侧 国际以后 甩尾 在行接甩尾快出 是 你说有一张这么困难的赛道 是自己的王国 到底是幸运的 还是 胆战心惊的 就这样的赛道 我相信啊 任何一个选手主动选出来 你私下跑得再快 你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安全感 但既然是你的王图 你的失误率就应该比别人更低 确实 这一局阿深一稳到底 这次弯到ECU一BILL 可以恭喜阿深 1分30秒57 把自己之前的记录给刷了 是的 A车的31秒57 相当快 相当很快 嗯 目前保持的应该是明清的 31.3的 哈利特的记录 是的 对 所以31.57已经非常快了 这真王 刚还在念叨呢 还是32.4 怎么打那么久还是32.4 32.04 哦对 0.4 这一局就给你刷来看一下 表之前少了一些机会去跑 3比3 那第一阶段 可以说不管是谁胜谁错 都完成的不错 我觉得要不就把这种哈利特 真打对 他应该还有一些其他我们决策江西都选了是吧 跑的也不错哎 看看昨天solo在打的是吗 秋明山和梦回鼓鼠 这个时候打不了 对 就是都得用 梦回鼓鼠还行 秋明山的话 你甚至说哪辆机甲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想打同车 我觉得就还得西湖放山 或者啊 自己要有信心的话 先把西湖打 我前面想过 嗯 但好像 这张图打不打吧 作用不是特别大 嗯 因为你真说拿到第二轮 林青也未必会选 你要打同车肯定就西部 对不消耗机甲的同车 是 而且 稳稳的 绝对的同车 不然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近期并没有打过 很多这种 难途赛道 我这里撞了一下 第一拳 除了最后的一个延续 其实跟的还不错 西部 还是打一手西部 老王图 拼一下对抗 西部的卡位可能会比较重要 他满一管弹气 是第一个弯道 阿神想要卡内线 但是阿康出完很快 是的 0.2秒 我直接想要利用惯性 抢起内线 对抢卡位置 我这个点 出ECO 还是撞的比较重 但是 0.3秒还是有机会 0.1了 我下一弯道 但这边容易被挡 哎 还是卡到了 阿康的路线 先顶了一下吧 对 阿康的甩尾的路线 就已经顶歪了 然后进阶感觉 都已经拉不出来了 对 就算出金到口 阿神这路线没有问题 那已经来到最后的路段 没有什么15点了 0.6秒 阿康后追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没错 看这个弹射 弹出来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15点了 是 而且拉开到0.9 阿康在这转15 一秒开外了 那最后一个弯道 阿神可以借着 阿康的这一手 西部晃山 还是将优势权 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恭喜阿生 以4比3的比分 赢下了第一阶段的比赛 4比1 4比2 4比3 打了个顺 那你这么说 还退步了呢 主要对手状态越来越好 对 这个比较迟状态 我觉得只要是能够 拿下第一阶段的李游史 其实对于宁清 作为第二阶段的选手来说 方法接受 对 几分都没关系 只要领先就行 只要领先 这一轮 顶面就大 是金的还是在于 第一天对战到RW的时候 能够4比1战胜悟空 悟空说 之前这个比赛是我的 对 然后缓了回来 是 还在进步的 我记得是在 这周开始之前 当时冰神说了一句话 他说还是要相信悟空 在二号位当中的统治力 但其实 你再看现在A阶的队伍 哪个二号位弱呢 其实他们去上 出战到SOLO战 乃至2v2抢期的时候 其实都是 有自己可能会 比较突出的王图 确实 就是现在的选手们 成熟度越来越高了 是的 现在其实你要是 真的正的对比 就算悟空拿出 他百分百的状态 其实也很难实现在 二号位 都有一场统治力 是 都是 只要 你能够赢下第一阶段 都是好样的 你要想的是 去年A阶统治的原因 是因为 队伍都是哪些队伍 队伍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你不可否认 就是当时 他们的即时挑战赛 能赢 对吧 然后呢 首途 人与老探险 对 第一分基本上 手拿把掐的 是的 相当的稳 所以前期的优势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再看当时的队伍 你看 其中一手 一大风滑 他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一张 猪肉机公园 对 然后当时打龙狂就跟现在打阿康一样 就上难途 对 优势还能打 当时二号位的统治力力就是因为当前队伍可能强度没有那么跟得上 然后当时阿生是去狼队的第一个赛季肯定是紧张程度要更高一些 嗯 所以就是现在真的随着队伍他们的阵容成型的越来越快了